2020年很快就過了四分三 香港以至全世界其實在今年發生了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香港而言就出現了一個以前的移民潮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回我以前的影片 今集其實想說的是除了香港人想走之外 其實他的錢都是要走出去的 我今天首先會說一下我認為今年發生那三件事 導致香港人的錢一定要走出去 而下半部分我們都會說一下究竟香港三種人 包括富豪、業主和打工仔是怎樣把錢走出去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 第一個原因我認為就是港區國安法 為什麼港區國安法這麼致命呢? 除了他會在香港成立中央駐港國家安全公署 國安的人會在香港審理這些案件之外 而第二件事就是他的效力範圍很廣泛 無論你是不是香港人 你是不是香港犯法 其實他都會管的 這件事其實最嚇壞香港人 尤其是有錢人 最主要原因就是他的條文是很籠統不清晰的 他就很怕你不清晰很籠統就代表你可以怎樣全息都可以 全息的權力就在中央政府身上 所以富豪最怕就是他的資產變黨產 所以這個是一個我覺得是最核心的原因 是令到香港人要走資的 好了 國安法出台之後 美國政府就最大反應 美國商務部發表聲明 就取消香港的優惠待遇 這件事就影響很深遠 其中有一件事就是 香港一直以來 賴以維生的就是作為一個轉口港的地位 例如中國大陸有些貨就來到香港 上了香港登記的船 運到美國的話就可以享受到一些很低關稅的待遇 是基於他們彼此有一個互惠的政策 而這個政策正式就取消了 沒有這個優惠 很多的商家其實他就選擇了其他地方取代香港 聽說很多生意就去了新加坡 而第二點就是對香港金融方面的影響 因為大家都在想 如果香港和美國都是不合適的時候 究竟聯繫匯率這件事 究竟還可以維持多久呢 都是成為疑問 而究竟美國會不會出招 例如不讓香港的銀行體系 用美元去結算的話 那又會怎樣呢 那的確會是一個很大的災難來的 那就是凡此種種這些不確定的因素 就導致到 例如香港做生意的人 或者在香港做生意的人 他都會覺得 既然前景這麼不明朗 因為做生意最討厭就是不確定性 那不如我就離開香港 拿著這些錢走先 或者我再觀望一下 或者我索性搬去別的地方 而第三點的原因 就是除了美國之外 其他西方國家 對這件事的反應是怎樣的 那首先呢 最令人驚喜就是英國 因為英國終於是被一些BNO的持有人 及其家屬提供一個5加1的移民方案 那所以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他真的開始賣樓走人 就是因為其實終於不需要 你怎樣去很艱難的申請移民了 因為你已經是可以立刻移民了 而除了英國之外 澳洲、加拿大都有為香港人 提供一些不符合BNO人士的一些方案 澳洲就有這個現場港人的 留學和技術移民的簽證 而加拿大就有這個年輕人才計劃 那就是我之前都有拍一些片 如果有興趣你可以看回 就著不同的需要和你的喜好 而是可以選擇你去移民的地方 那就是因為香港人又多了很多 移民的途徑而又比較容易 所以也是另外一個間接的因素 是令到香港人是變賣在香港的資產 就是拿著些錢就走了 那究竟香港的富豪 現在的走資情況是怎樣呢 其實原來早在2019年 在6月這個遊行的期間 其實據消息人士報導顯示 其實已經有富豪 將這個100億美元的資金 已經調離了香港 吳明德是三十多年的資深投資人 也是浸會大學的客席教授 也都說到說 其實很多有錢人 他已經加快了將資產轉移的步伐 就是因為他對香港是喪失信心的 美國知名的對沖基金大鱷巴斯 他都說 其實自從反送中運動爆發之後 其實很多美國投資銀行的高層 英國投資銀行的高層 他擔心被擔心 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威脅 他們都是想著離開香港的 就是由於你走 我看到我是不是都要走呢 這件事導致到他們認為的大規模套爛 如果這班有錢人大規模套爛 會導致什麼後果呢 就是包括香港銀行可能會出現劑體 香港金融體系可能會崩潰 以及房地產市場都會遭受到重創 好了 彭博也都在2020年今年的8月 也都有說到 雖然未有明顯的跡象顯示 會有些很高正值投資者 即是有錢的人有撤離的跡象 但其實不代表他沒有這樣的計劃 有不少的人已經是開了離岸戶口 以及申請了外國的護照 有不少幾千萬以上身家 上億身家的人 其實可能他們都是淺藍的 都是支持政府的 但始終不代表他們不怕港區的國安法 因為始終這條法例條文不清晰 他們怎樣都會怕他們的資產 究竟會不會最終會變黨產呢 所以為求安心 可能有部份的人士 已經將九成的資產 便會掉到海外 除了香港富豪的錢要走之外 其實香港有不少的業主 都會選擇移民海外 為甚麼呢 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英國給BNO持有人 一個5加1的計劃 這個計劃一推出之後 有不少人就決定了移民海外 將香港層樓賣掉 根據東方日報 2020年7月6日的一個報道指出 在過往的一個半月 二手市場錄得了二十多宗 是因為移民或離開香港 而買樓的個案 和大家分享其中一宗 就是由世紀二十一奇峰的經紀 指出的 在殷翠花園 是其中一個單位 大約608呎 本身就是開售 即開價是七百三十萬 最終就是想快點賣掉 就可以和子女移居外國 當地生活 減價三十萬去出售 除了這個例子之外 其實東涌一個多星期 都錄得了三宗同類的個案 除了業主想移民而賣樓之外 其實有不少人是因為 後市的不明朗因素 所以都願意減價去賣樓 也和大家分享多個例子 就是太陽物業其中一個經紀就說 紅磡黃埔花園十二期 一個三房設計 實用免積大約是七百二十九尺 本身月初開價是一千二百萬 放盤兩日都要減價至一千零八十萬 才賣出的 是減幅約大約是十個百分之 所以其實香港的業主 他撤資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要移民 要不就是看探後市 所以就決定了減價賣樓 第三種人我想說的 就是香港的打工仔 他是怎樣撤資的 根據NPF 計劃管理局 最新公佈的數據 其實今年的首季 以永久來說 提取強積金多達是七千六百中 按年上升一成 涉及金額是上升三成二 而至去年反修例事件 至今年的三月底 九個月累計是兩萬四千多中 提取了約四十一億港元 是創歷史上的新高 其實我想說的是 其實這個數字 四十一億港元 這九個月 其實我相信只是冰山一角 因為大家可以想想 究竟 甚麼人是有資格 以永久來說 這個理由 去宣誓 去拿你的強積金 除非 其實這件事我不知道 究竟還可否利用回鄉卡 而去宣誓 我永久回內地去生活 而去拿強積金 但如果不是的話 唯有就是你已經擁有外國護照 或者你有外國永久居民的身份 你要提供證明 你要去宣誓 你才可以去拿回你的NPF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以現在的移民途徑 那麼多樣化 例如加拿大、澳洲 或者你去讀書 你首先是申請一個學生簽證而去的 透過讀書再去移民的話 其實你離開的時候 你是未有資格去拿這個強積金的 但是可能其實你已經離開了 而這件事是沒有人知道 究竟有幾多個人 有幾多個家庭是已經離開的 所以為何我認為這個數字 只是冰山一角 而之前強積金 他那邊已經說了 如果你是拿BNO 他是不會承認的 他是不會讓你利用這個5加1的計劃 去拿走強積金的 那即是說這班人 起碼要住夠5年 根據計劃 5年後 他才會有一個證明文件 證明他已經拿到永久居民 他才可以回來申請 所以究竟5年後 有幾多人來申請呢 是現在反映不到的 好了 今集的內容就差不多了 主要是想說回 其實今次這個走資潮 其實涉及的人 是有不同階層的人 還有資產的規模也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大家都對這類型的影片有興趣的話 就like subscribe我的頻道 和share這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